各位澳财网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天天的澳财有道 我们来聊聊澳洲的生财之道 我是高松玉 相信不少朋友都看到了 在7月份澳洲央行是再次的加息了 把现金利息提升了0.5% 现在澳洲的利息已经是达到了1.35%了 在加息以后央行态度非常明确 接下来还将会继续维持现在的加息的势头 不少经济学家预测 很有可能到明年的时候 澳洲的利息将会从现在的水平涨到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澳洲现在将有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信贷市场潜在的一种金融的危机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先看一看加息之后 澳洲市场上的一个整体的预期是什么 澳洲的金融时报反正秀署 采访了将近40多位的经济学家 包括了本地和国际的一些金融机构 然后让他们预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 整体澳洲的加息水平将会是怎么样的 那基本上来讲呢 大家的预测到2023年的6月份是非常的一致的 预计一定将会继续的加息 最高的利息将会加到2.9% 到那个时候澳洲的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从现在的5%下跌到4%左右 因此澳洲的失业率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的调整 失业率会从3.5%略微的涨到3.75%的这样一个数字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 将会是预测在明年的年中到明年的年底 对此呢 不少机构的分析呢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比如ANZ银行预计呢 将会从明年年中到年底呢 澳洲还会是继续维持加息的趋势的 那甚至有银行认为加息将会接近4%左右 但是联邦银行CBA却认为呢 在明年年中到年尾呢 澳洲央行将不得不再次进行减息 把利息重新调到2%以下 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大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呢 对2023年的后半年 澳洲经济是继续有比较向好的发展 还是说将有可能会出现衰退呢 是存在比较明确的这种分歧的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 加息的影响非常的直接 加息就意味着我们的房贷的成本将会去提升了 那对于企业对于国家信贷来讲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据一份报告的显示吧 如果是0.5%的加息 如果咱们家里面是50万的房贷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一个月要多还350澳元的信贷的成本 那如果说利息从1.35%加到3%的话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多支付将近800澳元的信贷 相信对不少的家庭来讲呢 这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份压力的 那另外一份市场报告所显示 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澳洲房贷的压力将有可能逼近20年以来最高了 这里面将会有74万个家庭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将有可能面对房贷的这种偿还的一定压力 而其中有44万户的压力呢 已经开始接近警戒线的这样的状态了 那这里面就不得不要提一下 其实这有可能是澳洲经济现在最大的一个风险 也就是随着加息所引发的房地产信贷市场的一种危机 澳洲现在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呢 基本上是接近了120% 过去几年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增长 那这个数字呢是远高于美国 远高英国的80% 也远高于像加拿大和荷兰的这些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平均值呢是在70%多左右的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央行一定要加息呢 如果看到现在这种情况 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这就不由得要说 央行加息就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或者说控制那种急速高涨 后面有可能会影响 引起经济衰退的通货膨胀 在70年代的时候呢 全世界都出现了 由于能源的问题 由于一些战争的局部战争问题呢 导致了通货膨胀上涨到了20% 所以说不少的国家从美国英国开始呢 要进行全面的加息 而且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才把经济呢重新调整到增长的这个状态当中去 所以说呢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现在所有的央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 都想进行快速的加息 防止这样的危险的出现了 但是问题是 加息有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一下澳洲上个季度的通货膨胀 CPI的组成部分就不免能看得到了 那实际上澳洲现在物价飙涨的主要的因素 包括以下的几个 比如说交通成本上涨了13.7% 像汽油啊等等 那房屋的成本 包括房屋建造的成本 因为木材的价格在出现增长 增长了6.7%左右 家具设备是增长了4.9% 食品增长了4% 这里边我们不妨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现在澳洲的通货膨胀是输入性通胀 也就是由供应链端所提供过来的 澳洲有很多的东西呢 比如说你像油啊 然后比如说很多的像建材啊等等呢 也是存在这种大贸甚至进口的这种方式的 所以说这种通胀不在供应链端来解决的情况下 很难因为加息呢就会进一步的得到的解决了 这有可能呢 对于澳洲自己的现在的信贷的风险呢 还是有可能是会继续的提升的了 所以说我们开始看到了建筑行业 甚至地产行业的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澳洲最大的建筑商之一 ProBuild是出现了倒闭 我们看到之前有消息传出来说 墨尔本非常有名的建筑商 地产开发商Metricon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这是一个现在在全澳范围之内都在出现的问题了 那咱们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方面 在接下来不论大家进行任何形式的资产的投资 都要算一算利息的这笔账 不论是说我们的生意还是我们的房产 把利息的这个空间算得多一点 以免接下来随着加息我们的信贷的水平会不断的提升 这个时候货币三加 看一看是不是能找到比较好的房贷 比较好的企业贷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一定要考虑的这种方法 第二个 一定现在应该是谨慎投资房地产 和谨慎投资房地产类型的这种公司的 甚至是股票的 毕竟加息周期还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那房价也好 房地产公司的成本也好 都还是会有些压力的 这个时候谨慎一点 相信对大家会是一个好事 而第三方面 不妨在这个时候如果想投资的话 看一些比较稳健类型的资产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所提过的 可以投一些民生基建 是可以抗周期的 哪怕周期出现也是有可能会比较稳健的 或者是说可以把通胀增长的价格 是传导到自己的产品当中去的 是那些有定价权的公司 也是可以考虑的 甚至这个时候由于进行加息了 那些债券比如说高平级的企业债和国债 它的收益也会进行提升 相信这些东西都也还是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比较稳健 而且有比较高的相对较高一些收益的一种产品了 最后还是希望提醒大家 现在加息周期才刚刚的开始了 通胀在短期之内随着加息也不太能够得到控制 因为我想大家我们都是要一样的 谨慎对待现在的市场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谨防一个在我们眼前有可能会出现的信贷 所带来的金融危机吧 好了这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节目 希望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给我们点赞留言以及转发 我在下次节目和您继续再聊聊 其他的澳洲的生财 直到这是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再见